第1个就是 关了之后 它有渗落 伤到神经 第2个 也有过气像水一样 它会沿着血管爬 爬到肺部 引起会算塞 它会爬到脑部 引起脑部算塞 我们都有病历报告 我们有病人 这玩意有脑部 电脑 无水跑到脑部去 有病人看完他船 跑到肺部去 拿得出来吗 拿不出来 就是观察症状治疗而已 高联酬就没有这个问题 另外的话 以前我们在开人工关节 过去人工关节很多都用骨髓里去固定 这时候 骨髓人工装进去 怕它松掉 这会加过去都用骨髓里 骨髓里在泡的时候 在这过程中 血压会突然下降 所以以前都要提醒麻醉科 现在用骨髓 它就会注意这个血压 好 控制好这样子 不然突然血压会下降 会休克 有这种情形 那现在人工关节很多都不用骨髓里了 现在都是浮回骨髓里的人工关节这凡事 一直在 医疾一直在厌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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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定要来感觉 所以我们将最迟冻到这里 在洗褂蜜汪里这不是写睡的 所以我们还能发誤 不知道пендент 您身在警方提起开 �最応 Hold 打等总同号